這個是免費的 這是送的 因為我們已經享用完畢 我們已經得到這個快樂 已經得到這個突變了 哇 免費的 送的耶 所以很超值 嗨各位大家好 今天跟連公子一起來這邊 因為我本身比較沒有研究這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的感想其實也比較直接 就是跟其他的美少女的這個圖案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差點 簡單的說就是沒有破勸 在這個人群組裡面覺得很厲害 他們是最神最猛的 可是對還不懂的人覺得就是一般的突喜 目前以我來看 餐點應該獨特性應該不算太高 就是說你在外面應該也可以租到這樣的一個餐 那至於好不好吃 我們進去後再來做一下判斷 我總共點了三樣東西 一個是主餐 一個是點心 這個叫炸彈雲 還有一個是飲料 那目前就我來看這個餐點 有沒有智商稅 我不好意思您講 但是我的答案算是有一些 點飲料的寫真 原型的 這個是點主餐的寫真 中間這個 對右邊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較精緻 比較精緻 這個是點兩個餐的寫真 他講的是說這是隨機 可是送到我這邊手上來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包住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隨機這個想法 只是在於做一個保險的測試 就是因為自己先去評估數量 或是幹嘛的 沒有這麼容易 那因為有的容易發完 或是有的會正向 所以他用隨機這件事情來做報告 是活動不容易粗暴 我會覺得這個產品是算很成功的 你想收集權的話 你就要很常來吃 換句話說他其實有一定的手法 讓你硬性增加所謂的消費的刺水 每樣東西都試一下 然後看到那個感覺 評分一下 我先再吃一些 吃一下 吃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些餐點 不難吃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不至少不是那種 什麼的調味包挑禮包 直接微波出來的 但是有花一點心力 大家看起來 嗯 我就這樣看 他不會獨特 但是也不容易去買 這個加起來大約是700多塊 那 我就覺得700多塊 在台北實在有太多的選擇 實在有太多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把 粉絲元素加進去的話 你帶來的是一個獨特的感受 好就是 是一個獨特的經歷 假設今天假設這個店面通通都是鍵盤 我想你說叫我花1000元我也願意拿 然後在這邊我還是要稱讚一下這個服務人員 就是 他有特別講 如果我覺得太甜 我可以先把它吃掉 好 然後因為我沒吃過嘛 他說這個本來是怎樣 就是直接打進去 喔這氣泡飲 那如果以220的情況來講 正常來說我會希望這個飲料品 再高一些 好 那這樣可以懂的意思嗎 好 這個就是 肥面的想法 肥面有個 東西要不懂 這個東西500塊了 500塊的東西在哪邊呢 500塊其實是綠場費 他進來 靠這些擺設 靠這個環境 所以 500塊進完了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 免費的 這是送的 因為我們已經享用完畢 我們已經得到這個快樂 已經得到這個圖片了 哇 免費的 送的耶 所以很超值 那個開吃 吃這個東西是怎麼 有帶感情的 他叫碰碰吐司嘛 所以吃進去說要想什麼 主播沒有開麥 被碰了 然後這邊請 主播這個聲音 音樂那個錄影帶 又斷掉了 又碰了 每一口 都是回憶 每一口都是 對他們理解 所以 都非常超值 你們不要看250 可以換行 你們都很愛 都在感情 這個就是 被粉絲不能懂 然後厲害來了 這個是這種 附黑咖啡 他這群名也非常厲害 很有梗很懂 看過還是 來附黑咖啡 看起來一個 外表善良的名詞 看起來是個 白牡丹 可是最傷的話 他的寵物名字叫什麼 叫妹妹 妹妹誰 他的姊妹 把姊妹請名字寵物 有沒有 越天然 越邪惡 越天然黑咖啡 非常好 好